新闻线YOPINE NEWS 我是Digitense研究中心黄建志 我是研究中心林芬慧 在这个系列的影片里面呢 我们从电动车的全球市场 以及到电动车所带给消费者的好处 以及就在台湾发展电动汽车机车的一个机会之后呢 今天这个话题啊可以算是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比较挑战的一题 这个叫做软体定义车 这个软体定义车呢 这个到底蛮选的一个名词 那我们今天就先请这个分会来帮我们科普一下 什么叫做软体定义车 好其实软体定义车的话呢 它就是透过软体的不断的更新 让汽车不断的进行升级的动作 那它这样的做好处 其实对于消费者立即的感受 就是说我可以享受很多的功能和服务 那其实我们用科普的角度 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用手机 那Roger有没有发现说 你手机会出现一些讯息 就是说系统更新中 哦有啊 这个我的手机大概每隔几天或几个礼拜 就会有叫我要做系统更新 然后叫我要下载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车子也可以这样子吗 对所以现在的车厂 他们就是朝向这个概念去做发展 所以其实未来的车子它会有很多很多 Embedded的软体服务和功能在里面 所以这个软体定义车的话 就是说它就是应用了像手机那样子的模式 来发展车子就对了 对那为什么它会强调这个软体的功能呢 那我们先讲说目前在汽车软体发展最积极的就是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它就是看到其实苹果的手机哦 它的营收很多的部分 大概20%的营收是来自于软体的部分 而且呢他也发现了说 其实消费者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 反正是硬体设备是使用的比较少 那我以我自己以前的例子 像我20年前就有买手机嘛 那其实以前的手机就是强调键盘啊好不好用啊 那我想说Roger可能也有印象说 像Blackberry它的那个键盘好像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商用人士哦 印象中我过去出差的时候 商用人士还蛮喜欢用那个Blackberry 可是你看我们到现在手机哦 其实我们反而是用很多的里面的软体不握 包括很简单的我们打电话这个事情来讲 过去我们还是要透过信卡去拨09多少的号码 给我的亲朋好友 可是现在不是啊 我就是直接用Nine的软体哦 啊我就可以跟很多人啊 譬如说是用文字去做通话啊通讯 或者是说直接打Line的通话的功能 其实我们用到呃真正用到硬体的这个部分 其实比重是越来越少的 反而是用到软体的比重是越来越多 所以感觉上起来就是说 硬体可能是一个很基本的配备 但是我透过软体可以扩充了我不同的一个应用的角度 一个面向啊的确那其实啊相对于汽车产业来讲他也是这样哦 尤其是我们的电动车 其实呃我们的零部件越来越少 而且厂商呢为了要coast down 他们也会朝向共通平台化的来发展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等于是说呃外来的电池还有呃动力系统都是模组化的生产方式 所以硬体方面呃可能me2的程度会越来越高 那所以说呃车厂商他为了要创造整个产品的差异化的一个功能哦 所以他会在软体方面是会来越来越多做一些琢磨的 哦所以这这感觉真的跟手机的案例很像哦 就是说现在几乎你手机看到的配备 不管是相机功能啊荧幕的功能啊或其他功能 其实大概都大致都差不多但是大家就靠着就是说后续他在下载一些软体 来形成一些差异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软体定义车里面呢 有基本上有两有三个这个部分来界定说这个软体定义的一个部分 那这三个我想请那个分回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其实目前呢呃刚才有谈到就是说特斯拉是在软体发展是最为积极的车厂哦 那我在这边把他的软体分成三个部分哦 包括了OTA更新的服务还有软体订阅的服务 那第三个就是车主讨论的热度还蛮高的呃 FSD的自动驾驶的部分 OTA是指什么呢 好那OTA的话呢他的全名是Over the Air 他就是用无线传输的方式呢 把汽车里面的软体还有韧体做更新的动作 那他不仅是可以更新Long Critical的 譬如说车载娱乐系统还有智慧座舱的部分 他还可以进一步更新到Quitical的EDAS 还有动力系统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举例来讲哦就是说 其实特斯拉的他的硬体他是超前部署的 好那但是他不一定所有的硬体功能都让那个车主来使用 那他为了要赚这个软体的收入哦 那他会呃譬如说我举例来讲啊 譬如说哎寒流来的时候车主在做这个座椅觉得很冷嘛 那他就要透过线上付呃例如300块美金呢 他就可以解锁使用座椅加热的这一项功能了 哦所以座椅加热功能这个也可以后续再这个订阅 或者说再再购买就可以了 对加购来使用那所以为什么我说他的硬体是超前部署 就是说他其实明明就是有做那个座椅加热的功能在里面 可是当你买车没有去加购这一个的话 呃你是没有办法启用的 那等到说哎你可能过了三个月 你觉得说啊好像天气很冷我受不了了 好那我就是哎那我就是透过线上付款 那我还是可以很轻易的去开启这项的功能 好那我们在讲说其实呃这样的加购 然后还可以呃反映到那个动力系统的部分哦 比如说哎我们呃前几集有讲那个贴背感嘛 那假设Roger觉得说啊目前的车子贴背感不够 那Roger也可以那个付2000美金哦 就可以把那个零百加速度的呃时间来进一步的缩短 哦所以这个所谓的软体定义就是说他不是只有说在软体 比如说像一般我印象中以为就是说是一些什么 车仔娱乐啊这种系统的一个服务的更新而已 就即使在我整个车辆的操控性上面 这某某些部分也可以透过事后的这种软体定义 就是订阅的方式来增加这样子的功能 对来强化这样的一个功能 不过这样我我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在于安全会不会是一个对于这个所谓的 车子未来的这种软体定义车是一个很关键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资安的这个议题其实也相当的一个关注 哦的确哦所以说啊当车厂他要发布一个程式包的话 是他会透过程程的关卡哦 呃例如说我们讲西点哦可能这个程式包不一定是由车厂来做的 他可能是由Tier1的叶子来做的 所以呃譬如说他是请那个Bosh来做的话呢 那他如果需要更新的话 他也是希望是由Bosh来做这个整个程式的更新的动作 好那当他更新完这个程式的呃这个部分的话 他要发送出去 他们就会有一些金钥匙做配备配对的这样的功能哦 所以说呃目前来讲骇客应该呃 呃虽然说有听过这样的骇客的案例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安全的状态 哦不过我相信这个资安的议题在未来 假如软体定义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这议题应该是会持续火热的 而且是蛮值得啊这个 有兴趣对这个领域要发展的厂商来自己关注的 嗯没错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 第三种这个有关软体定义的一个服务的话 就是所谓的呃 FSD自驾套件哦对 所以自驾套件这部分 他其实也是可以透过事后的购买来达成的吗 哦对因为哦呃 FSD他的呃英文全名是呃 Forshift Driving啊就是换句话说 他是几乎呃强调是可以达到全自动驾驶的功能 哦是是对那以美国地区来讲的话哦 他的呃入手的价格是1.2万美元哦 因为他的自驾套件非常的复杂 所以的他的定价是相当的高 那的确就像Roger讲的哦 就是说有个车主他可能觉得说啊 1.2万美元相当于30多万的新台币哦 他可能一时没办法入手 但是如果说哎你事后觉得 呃很想要这个功能的话哦 你就可以去呃加构这一项的功能 哦去呃把那个呃选配这一项的功能 然后让你的车子可以 几乎达到那个自动驾驶功能的 这样的一个层级 所以就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我买车的当下就已经把这个硬体的一个 自驾套件就买了 对 然后呢 我也可以说事后过了之后 我觉得我想要自驾我去买那个硬体套件 对对对 但是我一开始买的时候的 买那个自驾的硬体套件的时候 我可以还不用开启这个自驾服务 是可以这样子的 对没有办法开启这个服务 就没有办法使用那当啊你付了1.2万美元的时候呢 你如果在美国地区你就可以享有 Level 3的这样子的自动驾驶的成绩 哦所以这个自驾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方式来达成 那我知道说其实每个国家地区 它目前对于自驾法规 有些都还陆陆续在这个制定当中哦 不过这个达到所谓的自驾之后 这真的是一个所谓的软体定义车里面 非常这个令人这个吸引的一块哦 对 那这个假如说真的能够达到自驾之后 这有什么样子新的服务会有产生呢 我补充一下刚才Roger讲的 就是说我入手的那个自驾套件哦 那以特斯拉的它的设计的概念哦 它会希望说 即便我现在只有Level 3的功能哦 那可能是法规的关系 交通法规的关系 我只能到Level 3可是以后呢 我还是可以透过 譬如说AI不断的Train Model 不断的训练哦 还是可以达到Level 5的这个功能 就是说它也是可以透过软体的方式 把它自驾成继续进一步做提升的一个 那通常厂商假如说 我要从Level 3升级到Level 5 对 这要再加价够吗 呃要看情况 一般来讲的目前来讲 我是知道说应该是不用 可是因为到了未来Level 5的成绩哦 可能已经是2030年的事情了 是是是 对所以可能如果说它厂商觉得说 这成本还是很高的话 有可能 我是说有可能还是会需要加购哦 是 对那如果说未来的应用场景哦 可能就会导入到那个 像特斯拉它为什么要积极推出FSD的套件 因为它希望未来的应用场景可以导入无人计程车的这一项的服务 无人计程车这样子的服务哦 它是指说 所以以后就不用驾驶了嘛 就直接空了 我就搭上个计程车这样就可以了 对那以 我知道Roger有开车嘛 对那我想请教Roger是说 你觉得你一天开车是多少时间 最多包括塞车的时间 大概就是两个钟头吧 来回这样子 对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说 你的车子使用率只有10%而已 但是其他的时间都是在IDOL的状态 是没错 对那假设说呢 你入手了一台车 它有自动驾驶的功能的话 你的车子可能就不只是代付的工具 而且另外一方面它是可以帮你赚钱的一个工具 哦我知道 所以你是说我的车子 我不用的时候我可以给别人开这样子 给别人用 给别人用 哦都不用开 因为是这个 这个Label 5全自驾的这个状态了 对那等于是说呢 你的车子可以出去帮你赚钱 那大概我估算啦 因为在美国地区 它是设定一米大概是0.5美金嘛 因为我已经扣除司机的成本 但为什么是用0.5美金呢 因为如果是说有人驾驶的 譬如说我们说Uber的话 它的一英里大概是1美元嘛 那假设说Roger的车是无人驾驶的话 等于是司机的成本扣除了一半了嘛 那他如果出去帮你工作8小时的话 那我有帮Roger计算 他的一个月可以帮那个Roger赚 大概是5万元新台币左右的这个金额 哦那还是不如小谱 算是一个赚万块哦 不过您讲这个模式的话 现在在全世界哪个地方 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服务了吗 目前来讲 如果严格来讲说有这个服务的话 应该是说像Waymo 它是有提供这个无人计程车的这个服务 不过它是在那个凤凰城里面 开始做那个已经商转了 已经商转了 所以还已经不是测试而已 对但是它还是以那个车队管理的形式 就是说以租车公司的形式出租出去 那还没有到达说特斯拉 想要用那个私人车来出租共享的 这样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哦了解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个软体定义车 其实整个车子来讲的话 过去所谓的燃油车的时代呢 它可能就是说我一买来之后 我车子的规格如何 它就已经固定了 那现在透过说电动车再加上 结合了这所谓的软体定义车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的发展的 一个技术趋势之后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呢 接下来汽车的一个发展呢 它有更多的功能 有更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也值得大家后续的持续来关注 新闻线外OpenID News 我是Digitize研究中心黄建志 我是研究中心林芬慧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分享并按赞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